四川挖出年耕窑墓 考古人员抵达后 只见一株菩提树苍净有力 直插天际 荒草间 掩映着一扇洞穴 隐隐有寒光闪烁 这 这会是年大将军的葬身地 随着发掘深入 各种离奇的情况 相继浮出 在亲眼看到的石碑上的字后 一位专家忍不住骂道 我们都被庸长给骗了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明文天下的大将军 会埋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接下来请跟随镜头 走进年耕窑墓的前世今生 四川绵阳安家镇 一个坐落于群山中的世外桃源 在这里流传了一个关于宝藏的传说 公元1726年 一队官兵护送着十几车珠宝来到俄西 据说棺材里躺着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山总督年耕尧 再后来车队离奇消失 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转眼间来到了八十年代 这年六月份 县里的考古队来到安家镇 做文物走访 期间偶然得知 传说中的年大将军墓 就葬在后山的菩提树下 揣着试一试的想法 众人跟着向导来到密林深处 刚翻越山头 就被眼前的树干给惊到了 只见一颗百年菩提 郁郁葱葱 树梢下隐隐藏了一个窟窿 走上前来 居然是一扇石门 两旁还雕刻着麒麟状的纹饰 让人不寒而栗 这年庚瑶不是被贬了吗 怎么死后还有如此大排场 不带向导引路 众人便激动的叹了进去 果然里面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涌道 陪葬坑果实一应俱全 只可惜 原有的金银财宝早就不翼而飞了 甚至连年庚瑶本人的棺材 都被盗墓贼给抢走了 这群败垒真是可恶 虽然嘴里咬牙切齿 但手头的活可不能停 之后的三天时间里 考古人员几乎把整个地宫给摸了个遍 果然在一处隐蔽的石缝里 找到了块残碑 拨去上面的污垢 露出密密麻麻的碑纹 只见川山总督年庚瑶七个字 赫然出现在第一排 彼时的众人还没意识到 一条隐藏了百年的秘密 即将被揭开 四川挖出年庚瑶木 考古人员抵达后 只见一株菩提树苍尽有力 直插天际 荒草间掩映着一扇洞穴 隐隐又寒光闪烁 这会是年大将军的葬身帝 随着发掘深入 各种离奇的情况相继浮出 一直以来 戏曲小说都把年庚瑶 视为雍正皇帝的宠臣 尤其在热播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他更是脾气粗暴 桀不逊 从褒一奴才 被四爷一手提报为 天下兵马大元帅 但实际上据碑文上的信息记载 年庚瑶早在康熙朝 便已经深得恩宠 手握大权 他的家族乃是赫赫有名的光幻世家 父辈其便担任胡广巡抚位积人臣 因而年庚瑶二十一岁就金榜提名 近世吉地 靠着一首妙笔文章 被康熙视为动良之才 八年后 西南匪患作乱 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他毛遂自荐被皇帝破格提拔 四川巡抚带兵平反 在任期间 一不解代 孤身率领亲兵与汉匪搏杀 其勇武一点不亚于沙场老将 终于匪患平定 四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然而年庚瑶并未邀功止步 转而效仿先贤 在西南开沟渠兴水利 奖励百姓架色农丧 消息传到朝廷 举世皆经 十年四十岁的他 成为了大清不可多得的政治红人 就连康熙都将其视作辅国重臣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仅仅数年间 这个名满天下的大将军 就身败名裂 死无葬身之地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后来登记的雍正皇帝 又有着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川挖出年耕咬木 考古人员抵达后 只见一株菩提树 苍尽有力直插天际 荒草间演映着一扇洞穴 隐隐有寒光闪烁 这会是年大将军的葬身地 随着发掘深入 各种离奇的情况相继付出 在亲眼看到了石碑上的字后 一位专家忍不住骂道 我们都被雍正给骗了 在这块残存的碑文上 有大篇幅记载了 年耕尧与雍正的过往 内容之跌宕 堪称古今少有 康熙61年 因西南剿匪有功 年耕尧从巡抚刃上破格提拔 直升川山总督 为了巴结这位丰江大吏 各位皇子可谓使出了浑身血树 最终冷面王四爷笑到最后 靠着迎娶其妹子 也就是后来的年贵妃 成功将这位权臣收入麾下 康熙驾崩雍正即位 他又马不停蹄将西北军权 乃至数省的钱粮支配交予年耕摇 比谁的这位国舅爷 堪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小道县令大道总督 圣杀荣辱全在一念之间 事实上 年耕尧配得上此等信任 公元1724年 罗铺藏丹经在青海举世 一时间边关告急 身为服务员大将军 年耕尧不顾路线 亲率三路大军千里讨伐 最终于群山中斩敌八万 重挫造反派锐气 从此天下臣服山河宁静 彼时正值雍正登基二年 人心浮动 国库空虚 八爷九爷等人更是虎视眈眈 西北大街的消息传入朝廷 无异于救了新皇帝一命 青史稿记载 因太过激动 一向持重的雍正 居然当着满朝文武 亲赞年耕摇是大清恩人 也许正是这句话 彻底打破了二人的君臣关系 胜利凯旋后 年耕摇彻底不把皇室放在眼里 自己的妹妹年贵妃 也是恃宠而骄 在后宫输一不二 对此雍正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有一天 他猛然发现 这位大舅哥居然在暗自遍布党羽 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众所周知 雍正可不是什么傻白甜 九子夺敌的最后赢家 出手那叫一个快准狠 公元一七二五年四月 正当年耕摇沉浸在美梦中时 朝廷突然将其贬值 从大将军一撸到底 成为了看守城门的小吏 紧接着宣读九十二条罪状 以安天下民心 再后来年耕摇又被下狱 当众刺死 从最初的未及人臣 到后来的身败名裂 一切有如泡影 就发生在转瞬间 听闻年耕摇已死 四川军民 以及一些受过其恩惠的人 将尸体收敛 转运到了西南大山 在菩提树下挖坟借墓 毕竟这一片山水 曾见证了他的辉煌 今天关于他的功过 坊间仍旧一轮不休 有人说他是加强版和珅 还有人说他是大清第一功臣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